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一个美女 我是 破国美女 千玺 千玺 千玺不许偷看 不许看 好 在我们的面前看一看你的表情 你看 李宗监 或出现了 我没有 好 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吗 不愿意是演的吧 你不会是演的吧 天呐 本期直播顺利结束 本期广播设定的目标点亮数为200万 实际点亮数为99万 再加200万 1个 299万 你为什么你这个秒cze非常美 我信的 豪老师 我就说380 什么让你都说了 为啥 因为你太远了 弟弟有什么愿望吗 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就已经很慢节奏跟怀旧复古了 我说要不咱们的直播间安排很多那种特别有味道的老物件 那我们这样 我们干脆下一次就是在装扮上就有一点复古 还有主题吗 对 弄个主题 我也想出来我要什么了 你要什么 如果下次打标了 咱们就要个船 在船上播 可以 好 下次肯定能打标 下次直接标一千以上了 跟我说一下你的画面 首先有湖峰对不对 湖峰 一个船 然后大家坐在一个里面 坐在那个船里面 对 然后是在湖中间的 然后还是可以call in的 导播可以再按上接电话 然后我们在那边是可以接的 对吗 下一次期待千玺的葫芦丝了 我期待 还有变脸 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到你完整的表演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这样 最后一期 你变脸和葫芦丝一起来作为一个结尾 不做第二季了是吧 就是把弟弟好干 是不是 不 第一季停在 弟弟 停 一直后视如何 请看第二季 除了葫芦丝和变脸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 有没有 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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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人生路标 看到千玺跳拉丁还有变脸 还有变脸 对吗 这样会让你幸福对不对 对 我跟你说你不要再说 因为千玺有可能真的会 为了让你可以感到幸福 她真的可能会 会的 她是个懂事的孩子 下次我们搞一期回忆童年 穿上童年最让你记忆深刻的一道衣服 弟弟今天穿得好可爱 娜娜娜 娜娜在这里 你们怎么都是那个连体裤 因为弟弟要复古 唯一不一样的是弟弟她会弄点腰出来 你知道吗 弟弟腰好细 是有 她来自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团体 是偶像团体吗 很多人把他们视为偶像 但是我还不是 很多人视为偶像 我知道了 谁 她讲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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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会有好觉 她说你还会有好觉 奇林来 欢迎你 干杯 欢迎你 来 豆浆 来 这位里面有点超买 我们微信店了 有没有 草山市有一个女朋友要来 你好 王羌 是真的羌吗 羌你在哪 真的假的 现在对面了 何老师出来接我 继续吧他们 继续吧 弟弟 这是你的位子吗 不是 弟弟 弟 弟 好一会儿 走吧 手机你们手机拿着 对 长沙发生了是吗 长沙什么 来信了吧 应该是信来了 短沙发生了 小超喜欢千玺 让弟弟劝劝这位大哥吧 劝劝不是让他喝酒 对就记这个 就记这个 劝劝他不要喝那么多酒 好吧来 大哥您好 我是千玺 请喝喝喝 慢点 谢谢 从男生那边讲估计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怎么个说法呢 在男孩那个角度看的 一面之词都是 千玺你带弟弟男吗 我跟我弟弟当没有讲过什么特别 重的话 对 讲道理的话 他突然就特别想吃这样东西 可是这个东西不适合他 那你怎么 就如果是 比如说太辣或者怎么样 对他尝一遍 可能先让他试一下 你就弄一点点说 你看这是不是很辣的 我觉得哥哥太决了 他给我吃辣的 我吃辣的 我吃辣的 我这也有一个男孩 男孩 男孩 他出去跟朋友吃饭 他妈只给他50块钱 我的天 他写来 他说因为他没有多余的开键 所以交不到女朋友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过 我说我从幼儿园开始 我妈每天骑自行车带我回家 我只要一放学 我就跟我妈聊今天发生什么 每天都聊 然后我嘴特别碎那会儿 就每天都聊 然后后来慢慢长大 小学开始到初中吧 初中那会儿应该就 妈妈慢慢心事多了 就不不太怎么跟家长 就淘心窝子的沟通 有没有人要吃可爱多 舔一舔好不好 哎 弟弟去吧 谢谢弟弟 未来一个可爱多 谢谢 谢谢 棉花糖红细盆子口味 好漂亮啊这个 也太好吃了吧 不能想象就看看千玺弟弟吧 好家伙 很帅的一个男生 我觉得其实自行车 不能见面表达呢 就微信 不能微信的话就写信 我觉得最起码得两个人先认识吧 男生接到表白信 你是个匿名 那他也不知道是谁 他怎么答应你 下面让发着光的 吃可爱多长大的千玺弟弟 给你加油 祝你成功 Shirley同学 然后他还寄了一些照片来 对 至节目组 至何老师娜姐 你们好 洛比写下这封信之前 我考虑了很久 心里的障碍真的很难克服 但最终还是决定 把我的故事讲出来 希望我的故事 可以帮助到有一些 听障导致我还有什么遗憾的话 那就是带上助听器以后 不能听到的声音 还是挺多的 比如很想听一场 德云社的相声 想去听一场演唱会 因为胆小又自卑 也一直不敢去尝试 喜欢何老师很多年了 最有感触的 大概就是何老师 写《只字花开》 去北外宣传 北外写子 各国语言联场 这句话拍给他 最后喊了一句 何老师欢迎回家 他当时后退的那一下 特别感人 我第一次感受到 声音也是有力量的 强大的支持 和力量压向何老师 才会让他后退那一句 也让他后退那一句 闲满话同听手也开始走 这点给我感触很大 如果何老师在旁边 希望能够有机会 在通信前辞职尽力 千禧你觉得在场所有人里面 谁的穿着最复古 并说出三个理由 三个理由 太难了 我会真觉得娜姐 其实就一个理由 因为这裙子我小时候经常看我奶奶穿 下来 这曲子我小时候经常看我奶奶穿 会 哈 哈 娜娜还好她们说你长得旧 哈哈 长得旧 我这个裙子是有一些开刹的设计的 我这个裙子是有一些开刹的设计的 是有一些开刹的设计的 太吓人了 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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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过了 一般女孩子就要绣眉腿 她做的这个举计居然被她最好的朋友做 拉眼睛 好难过 对不起 再给我一次机会 对 我这里还有那个开刹的设计 但只不过里面穿的是裙子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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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这个腿部线条非常好 小腿有线条但是又不粗大 不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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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好 好 哪里形容女的粗大 不喜欢这个形容吗 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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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今天早上本来想认证自己在阳光下的美貌 被王强一语道破说 我看到镜头里面我说我怎么那么美 因为只有你一个女的吧 被最爱的弟弟吐槽说 这裙子我想说经常看不敢 被自己好朋友说粗蛋 说拉眼睛 是不是只有我 对你不错 你在旁边笑什么呢 有什么好笑的 万人真的要稍微休息 漂亮 弟弟昨天稍微休息一下 剪剪头 今天颜值爆胖 很好看 特别好看今天 你第一天回来我没认出来 我会满足千玺的一个愿望 她自己可能都忘了 千玺也会满足我的愿望 会的 不管你提什么愿望都可以 弟弟有种不祥的愿望 我已经猜到的大概是什么 你说是什么 大胆地说出来 说出你的故事 吹葫芦丝吗 是不是好想 葫芦丝只是一个出场表演 节目组今天应该准备了葫芦丝吧 我去找找 我好想看今天千玺穿着背戴裤吹葫芦丝 看电视上好多才艺人拿鼻子眼吹葫芦丝 你看到没有 对 鼻子眼 对 千玺今天表演的就是用鼻子眼吹葫芦丝 难度太高了 娜娜 你的愿望实现了 葫芦丝吗 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到你完整的表演 不可能 不可能 千玺你一定要这样 弟弟嘴已经脸成这样 但脸上的笑容并没有快乐的感觉 先这样出场 弟弟 这样出场 好 然后出场完了以后 然后这样吹 吹吹完以后你把这儿摔 弟弟今天有时间谈恋一下 满足姐姐这个心愿 生产年碎了 摔背背话 还有就是想听千玺说相声 你就跟千玺你俩来一个 我们在旁边帮你们较好 我想想 好好想一想 有压力了 那我们就去准备 来 千玺 咱们就其实说一大概就行 我说大家好 我是个问题家 是 因为说相声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她坐马关杯 我坐火车关杯 稍微的节奏紧凑一点 我的愿望是希望我今天晚上 进入甜蜜的梦乡之前 可以听到千玺吹葫芦 还有变脸 广播节目我想知道怎么听变脸 通过咱们的反应 变脸 好 接下来请欣赏易洋千玺表演变脸 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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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洗小朋友 这怎么说呢 我觉得很幸福 虽然说有时候会尺度玩笑开大一点 但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让男朋友也考虑你的感受 对吧 对吧但我觉得这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烦恼 反正你就跟他约法三章 危险的不要弄 比如说会扰民的不要弄 有安全隐患呢 或者说真的会伤到你们两个感情的这些不要弄 对吧 其他的小发挥就交给他呗 对 然后那个有听众弹幕说 记得让你男朋友加一句台词 你保护世界 我保护你 可以的 看过少年的你 是不是 那么最后我们请那个千玺来送一句朋友的话给你好吗 好 不要思考去感受 这个好 我们请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的千玺送她一句朋友的话 从来没有一种坚持会被辜负 好适合 小时候也是跟我表姐住过一段时间 然后也是 也觉得表姐穿衣服比你好看 表姐买的裙子你也要买 那就不必了 是 是真的 两岁多的时候那会儿 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妈妈说 一个弟弟跟姐姐互相打架吗 我当时特别想说我小时候也是 也是我姐跟我一块打架 然后一块就跟爷爷奶奶投诉 然后我姐就说你是男的你要让着我 就通常就是掰不开来我们两个 我姐穿裙子我也要穿 然后后来长大一点之后 他们经常会说说你看姐姐比你长得高 我当时就会很难过 然后但是这种时候就 就是不行我要狂吃我要狂长 对然后就慢慢慢慢就长 这这一页里面写的是爱自己 那些写的 那些写的 哇 不管他有多棒 你都要爱自己对不对 溜溜 嗯好 好不好 我找到了 好我们也爱你啊 拜拜 哇千玺穿过裙子耶 嘿 对然后我小时候 小时候 这也是两三岁 千玺你那个裙子哪一款啊 哎呦好像是摆着裙好像 娜娜的心愿是在今天睡觉之前看千玺穿着摆着裙子 穿着摆着裙子 最后如此 弟弟弟有没有可能不认错 但是可以示好 那就是约出去搓一顿火锅 是不是你想待会儿要吃火锅 好我们请千玺给你送上一句朋友的话好吗小杨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我们今天最后要打一个电话出去 因为今天下午呢 我们在读信的时候呢 弟弟读到一封 我们都觉得很有分量的信 哎呀是什么惊喜啊 今天下午有两个小朋友呢 也很认真地准备了一个声音礼物 今天下午有两个声音礼物 各位朋友 接下来有请郭麒麟 易阳千玺 带来相声表演 听说很多观众想听我说相声 那是啊 那我可能得让大家失望了 怎么呢 因为啊我压根不想说相声 也有道理 千玺也是一个演员 也是个歌手 是个舞者 她没有必要去说相声 嗨 您刚才说的那些事啊 也是我随随便便干出来的 千玺特别的自信啊 我随随便便就干得这么好 哎 因为我最大的成就 压根不在那些事上面 我最大的成就是在于 我是一个文学家 哦 易阳千玺是一个文学家 这真是没听说过 那您有什么大作吗 我现在出来那些大作 可能太高深 给大家看 大家也看不懂 那您这就是吹牛 那您说了半天 您有什么能耐啊 那我随随便便说一个能耐啊 古代的走马观碑 您听过吗 好 我以为什么呢 您这蒙得了别人蒙不了我 走马观碑啊 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 苏秦苏继子 哎 有这么一门绝学 骑得一匹高头快马上 行驶在大路上 路旁有一桶石碑 骏马飞驰而过 苏秦回头一看 碑文写的什么 记得清清楚楚 这叫过目不忘 你行吗 哎 我也行 他走马观碑 我可以坐火车观碑 哇 对 您说这火车跟马 您看哪个快 那火车快 哎 前两天我坐火车 从长沙去北京 嗯 坐火车 你说咱中国那高铁 那速度多快 那快啊 那道旁有一十碑 火车急驰而过 嗯 我就瞟了这么一眼 那上面那碑文我就记住了 写的是 岳阳 到位如流 杨岳 没说了 哇 谢谢 说得真好 不错 哇 是不是棒 好厉害啊 好棒啊 天徙的状态比下午对词的时候强很强 我跟你说他真的是舞台型选手 是啊 好好紧张 有那味儿 对 有那味儿 确实很好吃 对 很有意思 我们觉得今天下面的时间 我们还要听千玺吹葫芦丝 但是 今天真是 多才多艺的一天 起码让千玺喝口水吃点饭 对 完了再弄 好吹个唱 不容易 一会儿还要吹葫芦丝点 辛苦的一天 辛苦的一天 好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跟朋友们分享了这么美好的一段时光 你记不记得你刚考上中学的时候 我在微博上跟你互动 然后你说希望有一天 那个和老子穿上校服咱们俩个合拍 我有一套 我今天带了两套 我们可以换上这个衣服 让你的心愿酷 酷 那我去换了 好 咋回事 你们这校服谁发的 你们是同学 你们什么叫同学 校友 你们是校友 我怎么可能是同学 就是你们这样穿的 像我说是同学 我真的可以相信 是不是 是 真是 快快快 在这边好不好 我们在那个台阶那坐着拍好不好 好棒 小年的心愿 够够 你说希望有一天看上校服咱们俩个合拍 你看千玺的心愿也完成了多好 接下来该完成我的心愿了 对 就在这儿 高三一班的易阳千玺同学 带来葫芦丝独奏 好 高三一班的易阳千玺同学 带来葫芦丝独奏 月光下的凤尾竹 请同学们掌声欢迎 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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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吉他